哈喽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我是小金 我们今天在渣谎散步是个夜晚 我这一块呢 在中文叫做博野 这个地方呀 是渣谎是夜晚最热闹的地方 跟白天可以说是完全的不同啊 我们曾经之前在这里白天散步 感兴趣的可以看一下白天的散步视频 我入这期视频呢是2021年的年末 所以说今天我们就来这附近散步 看到什么就聊什么 晚上的气温差不多是零下7度零下8度左右 大家可以看到就整体的服装就是黑色了 附近非常的热闹 非常多的居酒屋 灯具啊 还有很多的游戏店 白天是没有这么多人的 到了晚上大家就都出动了 很像这种大电视啊 在京都是没有的 所以说很明显的 渣谎的夜生活呀 就是比京都更热闹 很冷啊 真的吗 你看这附近有很多拉客的 就是广播也一直在广播禁止拉客 但是有个不同的是 我发现渣谎这边的广播它会提醒 如果你感到恐怖的时候你可以报警 在京都也是不可以拉客的 但是它不会提到暴雨 说明什么 说明北海道渣谎这边的拉客呀 拉餐厅去吃饭的 可能比京都要狠一些 所以说提示的更加多一些 我相信大家已经看到我之前更新的 关于老韩腿的视频了 如果受冻和老韩腿没有关 也就是所谓的关节炎有关的话 日本的人应该都是关节炎 还有热带的人应该没有关节炎 我刚才所谓的拉瑟 是指去询问路人需不需要吃饭 这种 我录这期视频的时间是晚上八点半左右 快九点了 这边很多 不愧是日本北部最大的城市 很多这种电视频 一直在播放的广告上 很多都是啤酒的广告 因为北海道的渣谎啤酒非常的有名 最近很多中介还有居住屋啊 餐厅 接下来的散步视频就回去小村了 北海道的渣谎散步就结束了 我相信大家可能对渣谎已经有一个简单的了解了 这家拉面是非常好吃的啊 就这个红色是两个老爷爷在经营的 我刚来北海道的时候在这里吃过 非常的好吃 很推荐的 大家一定要记住一下 差不多一碗拉面的话 普通拉面差不多人民币40块钱到50块钱左右 两个老爷爷很温馨 不知道下次来北海道的时候 这两个老爷爷还会不会继续的经营 一个老爷爷看着可能差不多有70岁80岁 这附近也有很多吃螃蟹的地方 我之前已经更新视频了 就是在这里吃螃蟹踩雷了 所以说大家一定要看一看 在北海道吃螃蟹不要被骗了 另外北海道的出租车坐了两次 起步价是670日元 和这GNB40块钱左右 跟大阪差不多 大家可以不知道大家住没注意到哈 北海道的信号灯都是竖着的 大家可以看一下哈 为什么 因为这个在驾校学车的时候教练给讲过 就是因为房子积雪嘛 如果最高的那个信号灯 它如果是横着的话 容易积雪 或者容易有那个冰溜的 所以说影响司机的视线看不清 所以说日本的大雪地带的信号灯 大部分都是竖着的 这样更方便不容易积雪 大家记住了哈 这个信号灯时间很长 你看北海道生活的人呢 他们的步伐都比较小 为什么呢 因为在雪天走路 如果步伐大的话 容易摔倒 在雪天生活经验丰富的人 应该都知道这个道理 对面很热呢 哇 都是大牌匾 这个大牌匾之前白天散步的时候也有 那个带星星的是啤酒的广告 扎晃啤酒 北海道啤酒 右手边红色的湖晶 是一家中餐厅呀 应该是 这附近很多吃海鲜的地方 地球尽管 , 不, , 不, 不, 现在来北海道的话就是飞机 然后我坐火车的时候看到了就是招牌 就是2030年东京通往北海道的新干线就开通了 5个小时 北海道是没有新干线的 只有折压列车和电车 可能在北海道这个地方 新干线的成本可能太高了 所以说今后大家如果来日本想去北海道的话 你从京都就可以坐新干线到北海道 或者从大阪到北海道 但是这个车票一定很贵 还是机票便宜很多 但是我相信如果坐从京都一路 坐新干线到北海道的话 这一路的风景一定是飞机无法提供的 所以说还是有很多人去选择做新干线的 感觉从京都到北海道的话 差不多要7个小时8个小时 所以说穿越了半个日本 所以说很期待呀 不知道大家气不期待 我相信那种铁路的粉丝们一定会很期待 我相信那种铁路的粉丝们一定会很期待 日本人都戴口罩 其实确实因着疫情 日本人平时戴口罩比以前多了很多 但是疫情之前呢 因为日本人有花粉 还有预防感冒 他们也会戴口罩 只不过没有现在这么多 不知不觉已经聊了十多分钟了 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 也希望能够大家点赞 也希望大家关注订阅我的频道 记得评论支持 下一次散步呢 我们就去非常美的北海道的小墩 希望大家喜欢 接下来大家可以安静的散步 视频还有一些 我们下次再见 突然就来参造了 他比较多大 招开 引力的可因 出发的 不知,出发的 不知,出发的 滣 嵴乐 大 十多 兼潟 钻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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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